其實現在我們每隔一兩天都會收到求助的資訊 BNO的Visa的問題 例如他可能已經被人拒絕了 被內政部 refuse 的 其實就是這個承認手養人 還有這個刑事記錄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Pure Living 阿Ray 我現在就在香港 但我身邊就有Joanne Jones 中律師 Joanne 你這次來香港是來旅行 還是有工作在身 今次我是來公幹的 在3月11日至12日已經過了 但我跟William Kool Tax Advisor 英國的註冊稅務司 在香港會展做了一個展覽會 是一個移民的展覽會 我們當時有攤位 亦有在台上做一些講座 我相信如果你們有在場 真的獲益良多 因為我自己親身 都剛好看到那場講座 真的有很多人 相信可能在這麼多場裡 是最多觀眾 因為很多人都會考慮到 即將搬到英國 或者在英國投資買賣物業 所以都對你和William的講座 感到很大興趣 請問這次的影片 我想問問Jonas 有沒有一些比較常見的問題 在Expo 時很多人會問到你 關於無論是BNO application 或者是樓宇賣賣那方面 都會 其實有很多香港人 現在都是打算在英國買樓的 我們在這個講座 都有講及英國的房地產買賣 也有講及排除程序 他有什麼要注意 也有講及移民 例如BNO visa有什麼難題 還有William也有講英國的稅務 有很多人 我們之後講完那個講座 都有來到我們的攤位 去問一些問題 例如在英國買樓 我們應該什麼時候去找你呢 其實現在可以 我可以大概給到一個標誌的價格 也可以介紹一些 代表 例如在Pure Living 去幫你們看樓 或者也都可以跟你說 其實你可以自己去Rethoof看都可以 這個沒問題的 OK 但是如果買樓的話 可以先跟我們講一講 但是都要你買了樓 才正式指導我們去做的 但是有些人 譬如他們都擔心資金來源證明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可以幫他做一個驗證 先 engaged我們的Client 做一個驗證 都可以的 另外 就會有很多人問關於BNO的Visa的問題 例如他可能已經被人拒絕了 或者他們家 其實通常比較complex的case 現在看到比較多人被內政部review的 其實就是成年受養人 以及刑事記錄 成年受養人就是指沒有BNO護照的年長的父母 或者是祖父母 兄弟姊妹 甚至乎子女都可以的 只不過是通常是97前出生的子女 而沒有BNO的 亦都可以用這個途徑去申請的 但是那個dependency evidence 就比較難去satisfy 所以很多人 其實現在我們每隔一兩天 都會收到求助的諮詢 因為我在在場的時候 我也有聽書 也會是 你有說說 不是說很簡單地給家用 就會變成一個dependency 所以所有的evidence要收齊這個evidence 都是相對較複雜的 我可以講解一下 其實首先要有這個關係 譬如出世子可以證明到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難題 那個難題在哪裡呢 就是dependency evidence 那Ray你說得很對 就這樣給錢是不足夠的 給家用 其實那個dependency evidence 有幾個criteria 首先就是因為疾病 殘疾 或者年齡的原因 這個成年受養人 是需要BNO主申請人 或者他的配偶 是提供日常的生活照顧 但是這些生活照顧也要貼身的 那叫做daily personal care 都是長期需要long term的 那例如什麼呢 例如是梳洗呀 穿衣換衣呀 例如是洗澡呀 治理的東西 其實都是算的 但其實很多人未必去到這個程度 也不是說你自己說就可以的 你一定要有一些證明 例如是醫療報告 其實我們就會有指定的醫生 介紹給客人去看 也會準備一些醫療報告 医療報告 其他的文件去幫助他 包括我們的covering letter 我們律師流出的陳述書 去說這個客戶 他提供到什麼evidence 另外就是他怎樣去 satisfy 這個英國的移民法 那至於這個刑事的問題呢 如果是一些稍微的刑事 例如關於駕駛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有駕駛經驗 但涉及一些刑事的案例 那會怎樣呢 例如超速駕駛呀 不小心駕駛 其實這些我們都見得多的 那其實如果是超過兩次或以上 那就要証明出來的了 那在這個層面 我覺得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是証明 這些一定要証明的 但是你証明出來 其實可能是很慢才有消息 就不會那麼快 還有也是看你 例如罰款程度 除了扣分之外 有沒有其他東西 是不是最近十二個月內 如果是最近十二個月內 就會比較麻煩一些 那我知道BNO application 其實是BNO visa application 當然是可以自己去做 或者是可以找律師去幫忙 那其實兩者除了律師有一個收費 其實兩者有什麼分別 以及用律師有什麼好處呢 嗯 其實有很多人已經自己申請了這個BNO visa 但是比較複雜一些的案件 其實都是找律師最好的 因為如果你等到已經被人refuse了 申請才找律師 其實就會比較困難再次申請 例如這些adult dependent relative 其實是必須要同事申請的嘛 變成你的主申請人批了 你的成年受養人失敗 那再申請呢 其實都是一個難題來的 不過這些我們都有交易的 那也有一些strategies可以做到 但是比一個 如果一開始來找我們的申請 就會複雜很多了 那收費也會不同 那如果有一些application 可能被home office那裡 就是hold住了 你們refuse會不會有一些策略 可以問到最新的status 或者是一些solution可以幫客人去解決的呢 嗯 有的 例如是我們會去聯絡內政部 我們都有內政部 B&Visa那些高層的contact 我們都會可能directly去聯絡他們 這個人其實他真的等了很久 或者有什麼原因 那我們會幫他escalate上去 那不是用其他普通的channel 因為用其他普通的channel 通常就沒有什麼回音 或者給一些很罐頭的response 有人在看的了 就是有答等於沒有答 那也是我們其他的service 可以做到的就是 OK 不只是單單幫你拿到那個visa 那麼簡單 就是其實會策劃整個planning 就是你去之前 其實你打算什麼時候去 什麼時候才是最佳的申請期段呢 因為其實現在也有些批得很快的 那變成你批了你的b&o visa 立刻申請期間 那你要180日之內過去 如果不是你之後就要逐簽了 那你逐簽又要給多幾萬元出來 OK 那這個一個人 那如果你整家人這樣 分分鐘700萬的了 那所以這些我會從他做planning 變成其實會節省到錢的 OK 那另外呢 就會解釋其實你去到英國的時候 然後譬如兩夫婦都會有b&o的 那我們會解釋那種申請會較好 譬如是否兩個單獨這樣去申請 或者是一家人這樣去申請會比較好呢 那也都有一些其他的移民 例如是太空人計劃 其實我們甚至乎有些做過就是 父母留在香港 那子女就用dependent身份過去 那其實這些我們都有做過的 那有些情況都是適合做到的 那但是這些如果是有需要的話 我建議是聯絡我們做一個 資訊服務 一個one hour的consultation 另外就是找律師其實有些什麼好呢 其實其實是穩陣 因為始終我們是有英國的牌照的 不像說很多其實香港的移民公司 其實我想在Expo裡面 都是只有我們是有英國的牌照 內政府是承認我們的 是讓我們去專業地去represent一個client的 但其實其他的移民公司 他們就會以一個好像helper那樣 就是幫你申請 但是是以你自己的私人名義去申請的 其實都是除了填表格之外 都沒有什麼其他事情可以做得到 但我們做的就不同了 我們會給專業的法律印書 會有專業的法律諮詢服務 除了填表格之外 我們也會做整個planning 以及review所有的文件 make sure所有的移民法例 都是撕到的 妥當的 才跟你做submission 接著批了之後 我們也有一個服務 就是說你一年內 批了的一年內 因為我們也有這個免費的諮詢服務 是包在BNO visa的package上的 這個很多客戶就會覺得很值得很值得 因為他們可能有些去到英國的時候 我們也會教他們 你入境的時候要帶些什麼文件 要跟immigration officer說些什麼 如果不是 我也有見過一些人 入境誤導了 可能他們那個immigration officer 蒙茶茶的 回夜間也好 怎樣也好 就好像還沒睡醒 接著就吸了他一個 女客的身份入境 其實之後就會形成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也在幫客人 因為他之前也找過我們做一個諮詢 後來他發現了 原來他的小朋友 明明有BNO visa的 就被immigration officer吸採了 吸了business status 變成了我們現在就幫他去HIVO那邊 Border force 去跟他解釋整個整體的過程是怎樣 那個immigration officer是有一個error在那裡 就跟他追逃犯了 我相信大家聽過中律師這樣講解 很多不同的問題 不過就不好意思 這個expo已經過去了 如果大家想找中律師去做一個consultation 我會在影片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或者有其他問題 問中律師 可以在留言留言 另外就是 他下面的contact link 去找到他的團隊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 按一下小鈴鐺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 下集再見 拜拜 兩下集再見 那你有什麼好 我會看到